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海内外旅游市场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现在是12月份,龙东季节,以往在这个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刻呢,很多北方人实际上是特别愿意到南方旅游的 比如说三亚成为东北的城市已经多少年了,多少年来都有很多老人像候鸟一样到三亚去旅游 而且还有大把的中国人更愿意到东南亚旅游 我记得疫情之前啊,去一趟泰国,最便宜的团大概只要一千多块钱 一年的时间就有上千万中国游客呢,到泰国去旅游 为什么?一方面价格确实不高 很多人甚至说啊,你到国内有的城市,这个钱都不够 但是这个钱是够到泰国旅游的 另外一方面呢,东南亚这些海岛国家,他们有着温暖的阳光,充沛的海洋资源 对于很多内陆的中国游客来讲,确实是绝对的抑郁风情 我国虽然有着很长很长的海岸线 但很多北方城市的海,说实话到冬天实在太寒冷了 没有像东南亚那样的阳光海岸沙滩 所以到泰国旅游本来真的很吸引中国人 过往三年的疫情呢,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外游几乎就销声匿迹了 可是今年情况按照理想应当完全不同了 应当有很多人报复性的出国旅游了 可是我们看到的事实却不是这样子 就在最近这两天,有一则泰国媒体的报道很震撼啊 泰国媒体说,接下来的12月,1月份,两个月的时间 往返于中泰之间的航班呢,会减少9000班那么多 大概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很多航空公司本来预计说啊 12月份,1月份,甚至2月份会有大量的中国游客 到泰国去旅游,他们已经排满了航班 结果由于此前各个航班的上座率是非常非常空的 他们迫不得已啊,把大量的航班剪下去了 哎,这件事让泰国人自己都很困惑 为什么,因为为了要吸引中国游客 泰国方面甚至给了咱们中国游客免签的待遇 你不需要落地签了,你也不需要办什么电子签证了 买张机票直接去就可以了 给消费者省了钱还省了时间 要知道虽然办一张泰国签证也就一二百块钱不多 但毕竟去一趟泰国也花不了多少钱呀 所以本来泰国是希望通过免签政策真的达到今年中国富泰游客暴增的 然而他们这个愿望落空了 其实中国游客不单去泰国的数量大减 去韩国的也在减少 去日本的也在减少 去欧美各国的同样在减少 哎,这有点不太对劲了 因为我国很多其他行业在疫情之后呢 都迎来了大爆发 毕竟老百姓憋了三年了 可算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了 按道理讲真的应当井喷才对 尤其是今年的五一十一两个长假 我们是眼睁睁的看到全国各地的旅游景象是多么的热烈啊 那个快捷酒店的价格有的地方都涨得上千了 几乎每一个景点都是人头传动的 可是为什么海外旅游现在变得这么冷清呢 而另一方面呢 虽然说海外游在变得冷清 可是未来会有大量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 当然不光外国人了 还有港澳同胞 比如说我们上期节目讲的 今天很多香港人非常习惯于周末的时候过关到深圳来消费 一个月的时间从香港到深圳来购物的人 有五六百万之多几乎占到了香港的总人口 为什么 上期节目我们分析了 对于香港同胞来讲 到深圳购物 一方面它便宜啊 经济实惠 另一方面品质并不差 深圳今天的成建恐怕都已经超过香港了 深圳提供的大量服务商品 它并不输于香港 所以香港人是越来越愿意到内地来购物了 而且我们又给了多个国家免签的待遇 未来恐怕会有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旅游 也就是说啊海内外旅游可能从今年明年开始有一个骤变的趋势 中国人出国的数量越来越少了 但是我们有可能敞开怀抱大量的吸引外国人来旅游 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呢 我觉得原因一定是多面的 首先第一啊 就是我们感觉到海外游政变的越来越不安全 这几个月以来我们看到了多起东南亚旅游的乱象 比如说一对中国的小夫妻到印尼去旅游 入住的是六星级的豪华酒店 可是他们死于非命 不单惨剧发生让我们很痛心 更让我们惊恶的是当地警方最终给予了说 他们的死亡原因是这就是小夫妻自相残害 男的把女的杀了之后呢 又自杀了跟外人无关 这样一个侮辱人智商的结案结论 让我们感觉到是不是有些地方的警方啊 太过草菅人命了 而后来呢 我们又看到了在马尔代夫有中国女游客被性侵 在泰国当地最知名的百货公司之内呢 会有枪手胡乱开枪造成中国人死亡 也就是说啊 我们深切的感觉到东南亚各国虽然是旅游胜地 但是他们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究其原因呢 以前我们也讲过 真的过往三年 这些国家的旅游业是颗粒无收的 赚不到钱的 那么就免不得有的人会铤而走险 会去做一些非法的行为 以期短期之内能获得巨大的财富 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讲 咱们感觉到到东南亚各国旅游啊 安全是个问题 再加上前一阵子绵北的事 已经证实了 有大量的中国人被骗到了绵北 甚至有很多人就是从东南亚被骗到绵北的 比如说有一个中国的博士啊 他此前在网上找工作 人家说给他在新加坡找一份翻译的工作 他兴冲冲的出了国之后 也被骗到了绵北 所以大量的中国游客觉得 那我还是待在国内安全点 起码不会被嘎腰子呀 尤其是过去一整年的时间里啊 美国在不断的加息 美国引领了全球性的通胀 这使得东南亚很多国家的消费啊 也变得不再便宜 疫情之前你一千多块钱就可以去一趟泰国 今天恐怕得三四千块钱才够啊 很多旅游博主都说几年的时间里 他们发现泰国的酒店价格 餐饮价格 游乐价格都大幅的提升了 所以对于很多中国游客来讲 去泰国旅游已经不是那么的便宜了 当然不光泰国 以往很多中国人还愿意到日本韩国去旅游 可是今天数量大大减少了吧 尤其是日本 以前中国人到日本去旅游 特别愿意品尝日料 特别愿意大量购买日本的智商税产品 拿回国内来 可是今天当日本排核污水 已经排了几个月之后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感觉到自己不想当小白鼠 所以干脆就不去日本吧 很多中国人尤为感觉到海外旅游 已经越来越没有新鲜感了 十几二十年前 当我们刚刚富有海外游刚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到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感觉到很新鲜 甚至感觉到人家很进步 有大量的商品我们都没见过 还愿意大包小包的往回买 可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已经感觉到 无论从城建还是风光上讲 海外确实有不少很不错的旅游目的地 恐怕远比发达国家都要好 我们的名山大川 律史遗迹 那更是很多其他国家没有的 所以早就有人建议说啊 我们960万平方公里土地 那么多旅游胜地 你都没有去过 又何必先去海外游呢 尤其是此前的节目我们就提过 日本早早的就说 他要把旅游业当做自己的支柱产业 他一年希望吸引几千万游客到日本去旅游 到日本去消费 为日本的GDP做贡献 其实相比于日本 我真是觉得我们中国拥有着更多更丰富的旅游资源 日本就是一个弹丸之地 还经常有什么地震呢 海啸啊 火山爆发 再加上日本政府一意孤行的排河污水 我真是不觉得未来日本旅游啊 他有什么看头 反倒是我们中国 像我们此前节目提的那样 我们发展旅游业有几个重大的优势 第一我们浮原辽阔 历史悠久 不管是人文资源 还是自然资源 我们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在中国 那你真是游个几年都游不完啊 而第二 我们是世界工厂 我们生产着全球最多的工业品 所以按道理讲 中国商品的价格应当是全球的价格挖地 我们生产的商品应当是全球最便宜的 否则也不会那么多国家要进口我们的商品 实际上外国人到中国旅游 他完全还可以来一场购物 我们有大量物美 更关键是价延的商品 那绝对会让他们流连忘返的 以前我们经常说 中国人到海外旅游 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就是买买买 可是今天当出国出的次数多了之后 你会慢慢发现啊 在海外根本没有什么可买的东西 甚至你好不容易挑了半天 挑到一件新衣的商品 翻过来一看 哎 made in china 所以大力发展旅游业真是有先天优势的 未来我们的国内旅游业不单要把14亿中国人留在国内 让大家在国内给中国经济创造GDP 而且我们应当吸引更多的外国人 让他们也来了解一下新时代中国的魅力 照理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上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下回分解